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原本在4月15号的进度 是希望带领大家来进行这一个Animation Blueprint 还有所谓的这一个游戏的状态机的设定 让大家能够去进行客制化角色的制作 但是因为这部分其实相对比较繁杂,繁琐一点 可能一节课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带领大家做完 那也担心到这可能会打乱各位其中作业的进度 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将它安排到4月29号 然后再来完整的就进行去做 那原本的4月15号 我会改成用线上的方式直接录影给大家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进行重新的蒙皮 重新的绑定 那大家就不用到现场了 请大家就按照我们线上课程的方式 这门课程的录影 然后完成你们的蒙皮 然后直接去绞交4月22号的作业即可 那我们就来直接进行操作 首先呢,大家可以先到我们的游戏库里面 你们可以去找一个资源 叫做这个Animation Starter Pack 这里面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一个 一些这种动画的一些资料 那你们可以先把它加进去 那我就直接先加进去 在这边,加入专案 因为我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直接取消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 那你们的话就记得去下载 然后把它加进去 那我就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 好的 那之前我们应该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其中的时候要请大家完成的相关内容 包含所有的关卡的蓝图 然后以及游戏的角色自动生成 然后以及一些对单的机制 这个是请大家必须要完成的东西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下很快的 简单的蒙皮设定 很快的去把我们原本的这一个 绿色的角色 然后去做一个更换 那这要怎么做呢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基本上 在Unreal的游戏引擎里面呢 它的动画 其主要 最主要的部分 是在这一个Manicule的地方 Manicule这里 然后它会有这个所谓的 Subperson Animation Blueprint 然后去帮我们设置好 它里面的状态机 所以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概就是它的一些状态机 然后也就是它的一些变化 然后相当的判断性 这个是在它预设的系统里面 就帮我们写好的 那到时候我会带领大家 重新绘制一次这个 重新去制作一次这个 所以这大概就是它的一些 有关于怎么样去做这里面的设定值的一些状态机 那我们自己的做法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OK 那Animation Blueprint 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专门用来制作动画的 那为了要能够把我们做好的动画导入进来 我们还会必须要再开一个这个 叫做Blend Space 这Blend Space呢 就是拿来融合动画用的 像我们在Blender里面的Timeline 或是Dub Shit一样 它是我们拿来做动画融合使用的一个空间 动画的编辑就会放在这里 然后让它这个动画 所有的这些 不管是跑啊 跳啊 等等的 都会放到这里面去进行调整 那所以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先有动作 再来有这一个Blend Space 就是把动画合在一起 最后呢 丢到这个状态机里面 然后去做我们的相关的 这个状态的控制 那完成以后 这个模型的角色 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起始人物的角色 它才能够被我们的 这边的这个 Sid Person Character 这个蓝图给做控制 那 这样子的话 它才会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角色蓝图 所以其实总共有 大概四个大部分 包含是动画的动作 动画动作的合成 然后其实动画的 Animation Blueprint 最后才是这个角色控制的蓝图 那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商业型的 这个游戏引擎嘛 所以其实有些角色 像那种二足步行的 这种角色模型 如果都是一样的 我还要每次都重塑这些步骤 那很麻烦嘛 所以它当然有一些比较快速的一个做法 那 我们就直接来做做看 首先呢 我们先复制一个这个 我们把它 Duplicate 因为我不想要破坏它原本的角色 我们就把它叫做我的 ThirdPerson 然后呢 我把它改成叫做 RAY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进行修正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ThirdPerson 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新的角色 然后呢 那现在还不用打开它 我们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原本的这一个 Manicule里面它的角色 那 事实上呢 这个角色啊 它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 T-Pose 它的这个骨架 其实就是这种 T-Pose 的一个形式 那没有什么太大特别的地方 所以 其实只要我们的这个角色的骨架 长得都是类似这样的形态的话 那它彼此之间就可以做替换 那我们来做一个替换啊 所以我现在想要把这个机器人的角色替换成 我们之前曾下载过的这个 Infinity Blade Warriors 里面的角色 那你就自己选择你喜欢的 我想要选择这一个 S-Charm 然后 Cardboard 这一个 那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啊 你们就自己看看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哪一个你觉得比较帅气就好了 像我这个也不错 那我也可以用看这个 我把它当作是我的主角角色好了 这个是我的主角角色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呢 它的这个整个结构的形式 然后它的骨架的形态 长得都是差不多的嘛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骨架形式 它的骨架形式 名称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就代表说 我们其实就可以用它来 直接对到我们的 这个SERPERSION CORRECTER的骨架上面 然后怎么做呢 这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就选择这个Forge 记得是这个Forge 我们选择它 然后按滑鼠右键 选择Skeleton 选择Assign Skeleton 然后呢 我们要找到我们使用的那个角色 那我们现在要用的呢 其实不是这个Animation Starter Pack 我们用的是原本的这个Manicure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 因为都是Unreal 4的格式 所以它的骨架是一模一样的 连名称都一模一样 那在新版的Unreal 在4跟5之后 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也没关系 它可以直接帮你再 补一下一些扫掉的骨架 帮你对应过去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Manicure Skeleton 选择Accept 这样就对应过去了 OK 这样就对应过去了 对应过去完成以后 接下来的动作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回到SERPERSION BP 这是我们的蓝图资料夹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这个 RAY的角色蓝图打开来 那这里面其他东西都一样哦 那我们就是去选择到我们的Mesh 就是我们这个角色蓝图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角色现在是这个角色 我想要把它换成我们的Forge角色 我得忘记它是哪 应该是这个 我们把它换过来 那这边 这个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跑掉 这个Animation Class 记得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SERPERSION BP的这一个 原本的这一个蓝图 这个动画蓝图就可以了 所以你一旦导致然 它理论上就会帮你把你的角色的动作 对应到现在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机器人角色的动画一样 那我们就选择Save加Compile 这样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这个操作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新的这个角色给拉进来 然后呢 我们把原本的这个机器人角色给直接delete掉 这个是我们新的Animation Person Corrector RAY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直接去玩游戏 它会没有办法动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原本的起始玩家给删除掉 我们并没有把这一个新的模型设置为我们的第一顺位的控制玩家 所以这地方要请大家帮我把点选这个模型角色以后往下拉 帮我往下拉 然后呢 在Unreal 4里面 在Unreal 4里面 它会有一个 这个是Input 我们把它选择 原本是Disable 我们把它改成Player0 把它改成Player0的模式 然后就把它改成为Player0的模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进行操控一下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跟它进行操作了 OK 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角色的替换 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啦 不过我们其实既然你想要做一个开发者 我们应该还是要从头开始去做 就是从头开始去了解一下 状态机的撰写 动画的这一个Blend Space的融合 所以那这个地方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就会留到4月29号以后再继续 那课程的这一个启动作业 就请大家帮我把角色的模型给替换掉 这个还蛮简单的 然后呢也把AI的角色也给更换掉 那AI的角色就一样啦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就把它我们一样的去到这边去找一个敌人的角色即可 我们可能找一个Corrector 然后我们就我可能随便选一个长得比较丑的 这长得太像了不要不要 这看起来太强了 我觉得也不要 这可能还不错 这是指向人 那我就选择它 然后呢你就选择滑鼠键 一样 Skeleton Assign Skeleton 然后我们选择的就是起始的这个Manicule的骨架 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一样到我们的3%BP Blueprint里面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这个AI角色2嘛 然后我们把双击打开来 一样呢到我们的Mesh的地方 我们把它换掉 我们把Mesh换成刚刚的这一个指向人的角色 这个Cardboard 那基本上呢这个没什么问题 这个材质有点快哦 我们可能把它找回来原本的材质 它的材质在哪里呢 它的材质Infinity Blade Warrior里面 它也有它的直接对应到的材质球 应该就在这里这个Cardboard 我们选择这个MChart Cardboard 这样就可以了 这边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把AI的角色都替换成是这一个指向人了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已经被替换来了 好,那我们就去杀指向人吧 好,翻掉了 那我们就去城堡那边 把那些指向人都打爆 OK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请大家就用这个 在启动前就先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帮我把你们的游戏角色以及AI角色 都替换成是我们要的这个角色模型 这样子的话它的完整度就更高了 那启动之后呢 我们就会 我有他们在那边乱射了 启动之后呢 我们就会再开始去进行 有关于 与 状态机的 OK 好,那就是这个样子 再麻烦大家帮我去进行这方面的操作 那我们今天的录影就到这里 请大家就好好的花点时间 帮我们把这个场景 这个游戏的机制给做完